哈喽大家好 我是普尔文 9月初回来云南做秋茶 已快近三个月时间了 这几天也是一直忙着压饼发货 明天准备回广州 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视频 就来试一下 这几天刚做出来的这个生肖饼 看一下压完饼之后的口感 跟我们前面散茶时候的口感 有什么区别 很多茶友问我 这个版面上打的普尔文的这个尔字 是不是写错了 其实这个尔字是没有错 我注册的就是这个尔 因为带三点水的尔普尔两个字注册不了 在云南就是带着普尔两个字的公司都注册不了 为什么说这个普尔在这里也没有讲错 那是因为以前普尔就是耳朵的尔 在1381年也就是明洪五十四年 普尔第一次明确出现在文书中 当时普尔区域化归为原江军民府车里宣卫斯 称普尔耳朵的尔 后来到1664年也就是康熙三年 调原江通畔分房普尔 自此官方文书中都把 尔字加三点水 称为普尔 也就是现在的有三点水的尔 这个是公司名 而这个是我注册的商标 很多茶友也问我这个字认什么 这个字读船 它也是以前茶的代称 茶友五个代称 路语茶间中有言 茶者南方之家木野 一尺欧尺乃至数十尺 其名一曰茶 欧曰甲 三曰舍 四曰明 五曰船 这个一提箱 还有外面的外纸箱 都是定做的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 就先试一下 这个鸭丸饼的生肖饼 因为很多茶友预定了 但是可能还没有收到货 这个茶也是包了两层 我所有的茶叶都是包两层饼 对于这个生肖饼的原料 我们今天就不过多的去讲了 因为前面有一期视频有讲过拼配这个生肖饼 主原料就是以梅子庆头春古树作为主原料 其次就是2018年的蒙库古树 还有今年的雷达山秋茶古树 这个纯石墨压制的松紧度是比较适中的 今天用的盖碗是130cc 然后头茶量是8克 我们习惯了这个茶水笔 有些茶友喜欢用其他比例的茶水笔也可以 因为这个茶刚压完饼 所以它这个挂杯香没有我们当时在用散料 拼配的时候那么浓郁的挂杯花香 但是它这个香还是有的 这个叶底的花香就比较明显 当然关于这个香气放一段时间去一去增压时的水汽 它这个香气就非常不错了 这个汤色还是非常的漂亮 金黄透亮 茶汤也是非常的干净 这个茶的汤香还是非常的明显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这款茶的一个特点 茶汤入口滋味比较饱满 而且茶汤也是比较厚重 特别是它压完饼之后 因为通过增压石墨压制 然后又撬饼 所以茶叶会有所破壁 所以茶汤的滋味会出的比较快 而且口感滋味会比较足 这也是压完饼后跟散茶的一个区别 当然刚压完饼的时候 它这种香气没有散茶的时候那么高扬 还有刚压完饼因为通过增压 会有一丝丝的水味 但是这个放一段时间 基本上茶汤的口感综合性就会更好 这款茶的纯净度还是非常的不错 而且虽然它是拼配的 但是融合性非常的好 也不会出现一些茶水分离的状况 这款茶的回甘生精非常的不错 特别是生精 两甲生精非常的明显 这个茶还是有一点侯韵的 侯韵也是比较甘甜 我泡茶喜欢定点低葱 有的时候也会环绕低葱 但是这个注水不要直冲茶叶 这样泡出来茶容易色 而且普洱茶不适合这种高葱 高葱的话茶叶也会容易色 可能有些人喜欢高葱 是因为冲出来茶会比较香 现在已经冲泡七八泡了 这个茶到七八泡之后 口感滋味没有前面几泡那么重 但是这个茶水还是非常的甜 很多茶友问我 这款茶拿回去是不是可以马上喝 喝当然肯定是可以喝的 但是正常来说 刚压完饼的茶 拿回去放个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 去一下增压后的这种水味 这个茶的口感滋味还有香气就会更好 它的汤感也能更稳定 对于这款茶的评价 我简单一点的来说 就是性价比还是非常的不错 作为一款普通消费的口粮茶来说 也是非常的不错 但是如果您是喝惯了一些明山寨的春茶古树的话 可能会觉得这个茶会相对一般 当然价格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平民 当然这个价格也是相对于古树茶来说 这个茶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耐泡的 现在也泡了有十五六泡了 这个微水的甜度也是比较高 而且泡了十几泡以后 茶汤也不会寡 很多茶友问我为什么没有开网店 或者是开直播挂链接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之前已经有讲过 因为我是跑山头做山头古树存料 山头古树料的话量比较少 而且价格相对市场的一些茶肯定会偏高一点 所以根本就没办法来做这个网店 而且我自己一个人拍视频 还要做茶剪视频之类的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搞这些网店啊 直播之类的 还有很多茶友问我 可不可以寄茶样 对于这个问题 其实我真的是很为难 因为做的古树料量又不多 而且一般预定的比较多 再加上古树存料的话 特别是春茶 由于价格相对高一点 根本就没办法寄茶样 这个茶的叶底 可能不会像一些义武茶的叶底那么粗长 因为这个主料是 今年的头春梅子沁古树 今年临藏比较干旱 叶底相对来说会比较难看一点 但是这个叶片的话还是非常肥厚的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